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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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告白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找我男朋友 我甚至都没有参见毕业考试 我真的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里是我最后的希望 你是说有一个男朋友不见了是吧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我在英国留学 他在那边给一家网站做奢侈品代购 成了我毕业就娶我 我没想他跟我分享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就说因为生意失败 我们就这样吧 我配不上你了就挂了 我在这一天就梦了 你相信他是因为生意失败而不死而别吗 相信他生意失败 为什么 因为他对我真的很好啊 他曾经给过你什么承诺没有 他答应我等我一毕业就结婚 要让我过最好的生活 这个最好的生活是你要的还是他要的 是他承诺给我的 是他承诺给我的 是他承诺的你想要吗 可是我真的我不在乎 我只要有他就够了 那你找了他吗 我给他打了十几个 很多的电话 甚至我换了十几个号码打 给了他都不接 我连他一个同样的联系方式都没有 我不知道我 我真的很怕他会出事 我不是他的是子 是我呀 既然他有跟你承诺过一些事情 也是想往结婚的那方面跟你去相处 所以你还不要太伤心等他来了 然后你当面问他问清楚了 我的明摆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好吗 如果一个男的真的爱你 他不会嘴上去承诺 我给你别墅 我给你最好的房子 我给你最好的物质 给你这个给你那个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小姑娘爱听 他走的就是这个路线 为什么偏偏等你快要毕业的时候 可以真正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又突然失联了呢 他知道这个游戏不可以继续下去了 比如说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不然的话你好端端的一个人 为什么无缘无故就失联了 哪怕你是生意失败了 你也可以接电话吧 你不可能连电话都不接 李家里可能内心真的很阴暗 我们就是尽量往好处想 不是我阴暗 也许真的是因为生意上有一些 那个坎坷和波折 有一些紧急的情况 可能会先躲起来处理那边的事情 也有可能 他说的全都是你爱听的 什么别墅啊 车子啊 幸福的婚礼啊 不是骗子这技术太高 而是你太嫩了 站在男生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是可以相信他事业是失败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骗过你的任何金钱方面的 他的生意失败不能达到之前给你承诺那些话 对男生来说他是很丢面子的 他其实需要一个时间让自己尽一尽 等他自己有这个能力达到你所要求的 你相信一个做代购的他会生意失败吗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男人想摆脱一个小女孩的纠缠的一个说词好吗 那你请问他有什么损失 感情呢 难道男生没有付出感情吗 但是这个男生就是不可以给你婚姻 你马上就要毕业 你马上就可以堂堂正着和我在一起了 我就玩消失 对呀 我消失是因为我的事业没有达到我理想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现在消失是让自己静一静 然后达到那个状态之后 但是他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在我不好的时候 我希望我心爱的人能够陪我去度过 那是男生和女生的想法不一样 在他的描述里面 我看来这个男生他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 而且他是希望我准备好了之后 给他一个很完整的很幸福的一个婚礼 但是这个女孩并没有要求说你必须要有别墅 你必须要有多少多少钱我才跟你结婚 你甚至是一无所有我都会跟你结婚的 那是女生的角度 我现在在说的所有全都是站在男生他的角度来说的这番话 我来问一下他具体情况 把你所有了解到的男生的具体信息告诉我一遍 姓名 江西干州 江西干州 干州地区哪个区 我不知道 家里有无兄弟姐妹 年收入多少 毕业于哪所愿 就是为了玩玩而已 紫西在英国留学期间 与网站代购秋全新相识 家境富裕 向往浪漫爱情故事的紫西 对秋全新一见倾心 随即全情投入 开始了自己的初恋 可奇怪的是 随着紫西毕业的临界 男友秋全新 对紫西越来越狼大 最后提出 因生意失败 必须分手 那么 秋全新决决分手 到底是因为生意失败 还是命有苦中呢 命令紫西放弃学业灰火 和激进崩溃的告白 她会来到现场吗 你爸妈知道这事 我之前跟我爸爸 我妈妈说过 他们从小对我管家 都非常严 不准我谈恋爱 甚至 不能多跟男生接触 你还是谈了吗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 看小时候 像琼瑶那一类的 我都很喜欢的 琼瑶那类的 怪不得会哭成这样 不然你这么一说 父母都知道了吗 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好吧 请站到开启告白 这门的恩键旁边 先别拍 问几个问题 她不来 你怎么办 我还是想你再回来的 她要不来 你还继续找吗 继续找 我要在这里告诉她 我不管找多久 这辈子我就跟进她了 我一定要找到她 我要在这里告诉她 不管她有钱没钱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愿意跟她一起去面对 就是她如果不出现 你这学也不上了 也不考了 工作也不做了 父母也不要了 就一心一意找她是吧 我什么都不管了 没有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如果她来了 就是要跟你分手呢 我在她这么困难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离开她 绝对不可能的 用四川话说 甩都甩不妥 那你不成了附庸了吗 你没有自己的人生了呀 对我来说 她就是我的一切 那如果她来了 她说她不是生意失败 她真的有女朋友 或者有爱人 或者有妻子呢 我退出 我再也不相信爱情 这辈子不相信爱情了 不嫁了 不嫁了 那还要父母吗 父母要 还要学习吗 学习要 吓死我了 第一 不管门后面是什么样的结果 你必须向我保证 得活着 得读书 得做好自己的 女儿的身份 这三点能保证吗 要不然我这门就不开了算了 好吧 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停 二 一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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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要在这里告诉他 我一直会找你的 从来富养出娇女 自古顽固少未难 你看多脆弱呀 说去英国就去英国 说没钱我就能拿出钱来 关键是这个有钱 可是他父母没有给他精神财富 就是情感的财富没有给他 所以我劝你还是清醒吧 你看一看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面目 在你的面前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不会找一个借口去不理你 事实只有两种 一种是他有女朋友 第二他就是不爱你 没有办法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给你说几个细节 首先你们俩相遇是在英国 对吧 你只有他的联系方法 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公司在哪 不知道他的朋友在哪 也不知道他的家人在哪 他都没有主动告诉我 第二呢 就在他跟你提出分手的这个时间节点 是你将要回国的这个时间点 因为他知道他所要隐瞒的一些事情 已经无法再隐瞒住 所以他要提出跟你分手 把这几个点串成线 他的面目已经露出来了 我问一下 他今天没来 就这会儿 你还相信他是生意失败吗 相信他是生意失败 还相信是吧 我相信他 你被人骗过 没有被别人骗过 我相信这次也不是 我还是宁愿意往好处想的 我不愿意往坏处想 此时此刻我特别有一个感悟 就是我觉得我这二十多年 就白活过来了 我做人特别失败 对 怎么就没有一个女孩 能愿意为了我这样呢 对啊 你比他差在哪儿了 为什么没有一个女人 不管是我生了病死 我的事业好或者坏 这辈子就跟定我了 就没有 因为你不懂得骗啊 你不像他这么会把他骗 骗得这么吃起 就可见这个女孩 其实在这儿的执着 还是能感动像你这一类的男人 可以感动啊 对不对 我们无论是刚刚在引导你也好 批评你也好 否定你也好 其实大家都在感触 感叹你的执着 但又是搞不明白你 为什么这么执着 我也想搞明白 什么样的男人能够把你弄得 这么五迷三道 他没从那儿出来 但有可能在我们的第二现场 我们把第二现场打开看看 有没有人在那儿 小姐你为什么躲着我 不肯接我电话 我找了你这么久 我很担心你知不知道 生意失败了 我不想拖累你 我不太悟 这跟我们生意失败 跟我们的爱情有什么关系 我真的不懂 你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我不知道没有你 我该怎么生活 我为了你 我要放弃学业了 我不读了 不管遇到多大困难 我陪你 我叫你 你出来 我这么远飞回来 都不值得你出来跟我见一面吗 你出来我不好 你既然敢来见我 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我见一面呢 就因为生意失败吗 我真的不懂 我不在乎你 我不在乎你有多少钱 我只在乎你到底是不是爱我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不在乎我 在乎你父母在乎呀 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乎别人呢 问他我爱你还不够吗 去年我生意做得不好 你叫了一大帮朋友来买我的货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面前朋友都是拿着你的钱来买我的货的 你知道吗 你这样让我觉得我很丢人 你身边那些朋友怎么看我的 我只在乎你 如果你因为谢谢我敢 我敢 别敢了 是我对不起你 我不要你就对不起 我不要 你这样敢来见我 我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我见一面呢 你出来我不敢 我为什么不敢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到你的位置 稍微冷静一点 接下来是秋全新的告白时间 对不起 你身边的朋友总感觉我像小白脸一样 觉得我就是喜欢你的钱 我问你要贵一分钱吗 刘子夕 晚上睡不好吃不下 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 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改 你不喜欢这样你跟我说我改啊 我给不了你幸福 我给不了你幸福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接班的湖边吗 你还记得在摩天轮上你答应过 要照顾我一生意识 你都忘了吗 你都忘了吗 你知不知道在你消失的这段时间 我曾经来回走了 我曾经来回走了多少遍 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路 你离开以后 我每天晚上都从梦里哭醒 因为你不在 因为你不在 我只想当一当一有不分小的恋爱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哪里不好 你说你回答呀 你这样行吗 说 我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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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别快 你不要再有看 我对不起你 我我对不起去 你陪我 你疯离你 我对不起你 你哭哭 我对不起你 我看新闻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你能不能爱你 我是不乱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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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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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一段时间有一则新闻网上出现了一个最帅的成都交警 但是他得病了 附老师你知道这事吗 我知道这事 一个最帅的成都交警 如果他真的是现在没有女朋友的话 我愿意从就是普通的朋友做起 然后一直默默地陪伴他 照顾他 支持他 然后我们就希望他能够不要放弃 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一切一切 之前我也关注到这条新闻 但是和刚才你们说的不太一样 我记得上面有说 它是一个写警而不是一个交警 另外一点就是 其实还有很多媒体有在质疑说 它这是一个炒作事件 你们有去考虑过 它整个事件的一个真实性吗 视网上有很多很多 在质疑它这个消息到底的真假 但是我觉得我们愿意去相信 其实之前我也有关注过他 他有一颗感恩的心 他懂得去回馈给所有关心他的人 你们最初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你们是做何感受 在微博上他也说 他说我其实是一名协警 但是我能看出来他对交警 他想成为一名交警 秦斯汉今年22岁 是成都双流机场 一名普通的交通协警 在被查出重症排序病后 因特殊的职业 帅气的长相而被关注 成为网友们心中 成都最帅交警 北京一所大学的女孩曹林姐 在看到秦斯汉的信号后 对她一见倾心 充满同情 多方寻找魏国后 带着同情时的三姐妹 来到告白的舞台 我问句比较残酷的话 这个交情如果没这么帅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白血病患者 你们还会这么关注吗 可能我们当初 刚开始关注她是因为她帅 对 然后她又是交情 但是慢慢地我就发现 她很开朗 她很乐观 她的微博浏览量都有 那个粉丝量都有30多万 但是每一个人给她发的消息 给她发的评论 她都会去一一回复 这个不容易 这个确实是不容易 感恩的心 对 而且我觉得她是对父母 也是那种感恩 她家庭条件并不好 她在考虑她回成都 她不想在这住院 不想在这花这些钱 我这个问题一问 还证明你们四个人 不是简简单单的花痴 还是有思想的花朵 既然来告白 想要帮助情思汉 你不能空着手来 虽然唱了一首歌 跳了一阵舞 还带了什么来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 经济情况就是有限 但是我们带了一个 非常完整 非常好的一个骨髓吧 应该是这样说 想要做骨髓捐献 骨髓配型是吧 对对对 虽说是万分之一的比例 但是我们四个都愿意尝试 你们知道骨髓配型 是什么概念吗 不知道 所以身体倒不会有太大的损 不会有损害 但是会挺疼的哟 不怕疼 不怕疼是吧 我觉得够有感 非心非故嘛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小女孩 追星 但这些粉丝 也不至于会跟她们 去做骨髓配型吧 来献出自己身体上 宝贵的一部分 但是她们今天的这个举动 让我感觉到 不仅仅是粉丝对偶像的狂热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一份爱 如果说你们的血型 不配这个秦思汉 别人能够配得上 你们愿意捐赠吗 也愿意啊 愿意 只要是能够帮得住她 我们都愿意 非常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中华骨髓库 这个因为骨髓捐献 对自己的身体是无害的 你可以做一件对身体无害的事 可以挽救一条生命 格勒尔不为呢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的是 秦思汉正在重病当中 你们这么告白 对她治疗不会有影响 你不担心吗 我们不是要影响她 也不是非要怎么 我们只是想要 就是说是先出我们自己的一份爱 然后就是给予她一些帮助 如果她真的是 现在没有女朋友的话 我愿意从就是普通的朋友做起 然后一直默默地陪伴她 照顾她 支持她 然后我们说去 她在那医院去看她 结果我们到那的时候 医生却告诉我们 她回家了 所以我们也只能在微博上 看她的消息 可是她最近好久都没有发状态 也没有发消息了 我们已经看不到她的种种状态 我们就是想要 看她最近到底怎么样了 秦思汗从小对橄榄服满怀憧憬 2011年退伍后 成为双流机场一名普通的交警协警 虽然没有实现警察的梦想 可是在平凡的岗位上 秦思汗依然尽职尽责 努力朝着梦想一步一步迈进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正当年轻的陈思汗 努力实现梦想的时候 却遭遇坎坷 身患重病 在秦思汗治疗期间 许多网友被她重病之中 仍不放弃生命尊严 乐观向上的精神所感动 今天 曹林杰与室友带着祝福 和军险骨髓的心愿 来到节目现场 那么 身在病痛之中的秦思汗 会来到现场 接受四姐妹的告白吗 那接下来你们派一个代表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姐旁边 想一起去是吧 可以一起来 可以吗老大 可以 接下来问你们几个问题 如果秦思汗没来 你们会怎么做 我觉得他应该一定会来的 如果秦思汗 拒绝你们的骨髓捐献 你们会怎么做 我们愿意陪着他 一直度过他这段生病的时光 好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见 请安见 谢谢你 请安 二 三 二 一 三 三 二 三 三 一 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否还在原地守候 在等待中徜徉 来 请回 因为今天你们的告白 与以往的告白不同 用我们通俗一点的话来说 不是小情小爱 而是大爱 所以那扇门真正的意义不在于 秦思汗来了没来 而是秦思汗目前的到底怎么样 秦思汗为什么没有来呢 我们问一下我们当期的编导 因为他一直以来秦思汗的一些相关的线索 和他治疗的情况都非常清楚 我想他应该可以解释 他今天为什么没有来 来 掌声有请这位编导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这次节目的编导 现在秦思汗什么情况 为什么没来 他的身状特别不好 然后现在就是眼睛睁不开了 然后他现在已经去医院 就是做进一步治疗了 医生有没有采取什么必要的措施 他现在做了骨刺 然后现在没有办法外出 如果外出的话就非常危险 我去医院 做了一个骨刺是吧 骨刺 对 这里面有什么 拍了视频 拍了视频是吧 对对对 要看吗 要 我是秦亦荣的父亲 秦亦荣现在病情不是很乐观 有很多人来看他 我在这里 我感谢他们对秦亦荣的关心 关爱 我大的支持 感谢了 感谢大家 好的 看样子秦思汗现在的情况 不是特别乐观 他在哪个医院可以告诉我们吗 稍等 不要在这说 在这说 待会有更多的粉丝去到医院 会打扰他的治疗 所以你 我建议啊 你跟医生联系一下 他能不能探望 不管能不能去 我们要做好不能去的打算 如果不能够去的话 你们在这先录一段视频 也许我们可以带给他 行不行 来 你们站好 有什么话 把他说出来 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真心的想要看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目播出前 我们再次来到秦思汗所在的医院 由于癌细胞转移 秦思汗的病情正不断加重 而这个曾经阳光帅气 笑容可惧的大男孩 在病痛折磨之中 没有放弃深的希望 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求 我们希望看到节目的热心人士 能帮帮秦思汗 度过人生的难关 早日实现心中的梦想 有点欣慰 谁说90后都是花痴 90后也有一颗大爱的心 我们见过这么多粉丝 追逐明星的这种疯狂举动 但是他们四位的这种 对于自己偶像也好 心目当中的英雄也好 对于他们的这种奉献 这种爱慕 这种温暖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爱不一定要占有 而是祝他能够更加幸福 更加健康 掌声束缚他们 好 谢谢大家的陪伴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来自爆家门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曹灵杰 然后今年21岁 大家好 我叫张子晴 今年19岁 大家好 我叫许瑞凡 大家好 我是饶依依 我们同一所学校 同一个寝室 但是我们今天是来 向同一个男生告白 你也太猛了 四个向一个告白啊 对 对啊 向谁告白 在前一段时间 有一则新闻 网上出现了一个 最帅的成都交警 但是他得病了 杜老师你知道这事吗 我知道这事 一个最帅的成都交警 如果他真的是 现在没有女朋友的话 我愿意从 就是普通的朋友做起 然后一直默默地陪伴他 照顾他 支持他 然后我们就希望 他能够不要放弃 尽我们所能帮助他 一切一切 之前我也关注到 这条新闻 但是和刚才你们说的 不太一样 我记得上面有说 他是一个写警 而不是一个交警 另外一点就是 其实还有很多媒体 有在质疑说 他这是一个炒作事件 你们有去考虑过 他整个事件的一个真实性吗 视网上有很多很多 在质疑他这个消息 到底的真假 但是我觉得 我们愿意去相信 其实之前我也有关注过他 他有一颗感恩的心 他懂得去回馈给 所有关心他的人 你们最初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你们是做何感受 在微博上 他也说 他说我其实是一名协警 但是我能看出来 他对交警 他想成为一名交警 秦思汗今年22岁 是成都双游机场 一名普通的交通协警 在被查出重症排序病后 因特殊的职业 帅气的长相而被关注 成为网友们心中 成都最帅交警 北京一所大学的女孩 曹丁姐 在看到秦思汗的新闻后 对她一见倾心 充满同情 独方寻找魏国后 带着同情时的三姐妹 来到告白的舞台 我问句比较残酷的话 这个交警如果没这么帅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 白血病患者 你们还会这么关注吗 可能我们当初 刚开始关注他是因为他帅 对 然后他又是交警 但是慢慢地我就发现 他很开朗 他很乐观 他的微博浏览量都有 那个粉丝量都有30多万 但是每一个人 给他发的消息 给他发的评论 他都会去一一回复 这个不容易 这个确实是不容易 感恩的心 对 而且我觉得他是对父母 也是那种感恩 他家庭条件并不好 他在考虑他回成都 他不想在这住院 不想在这花这些钱 我这个问题一问 还证明你们四个人 不是简简单单地花吃 还是有思想地花朵 既然来告白 想要帮助情思汉 你不能空着手来 虽然唱了一首歌 跳了一阵舞 还带了什么来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 经济情况就是有限 但是我们带了一个 非常完整 非常好的一个骨髓吧 应该是这样子 想要做骨髓捐献 骨髓配型是吧 对对对 虽说是万分之一的比率 但是我们四个都愿意尝试 你们知道骨髓配型 是什么概念吗 不知道 所以身体倒不会有太大的损 不会有损害 但是会挺疼的哟 不怕 不怕粉丝吧 我真的够留下 非心非故嘛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小女孩 追星 但这些粉丝 也不至于会跟她们去 做骨髓配型吧 来献出自己身体上 宝贵的一部分 但是 她们今天的这个举动 让我感觉到 不仅仅是粉丝 对偶像的狂热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一份爱 如果说你们的血型 不配这个情思汉 别人能够配得上 你们愿意捐赠吗 也愿意啊 愿意 只要是能够帮得住她 我们都愿意 非常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加入 中华骨髓库 这个因为骨髓捐献 对自己的身体是无害的 你可以做一件 对身体无害的事 可以挽救一条生命 恶乐而不为呢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的是 秦思汉正在重病当中 你们这么告白 对她治疗不会有影响 你不担心吗 我们不是要影响她 也不是非要怎么样 我们只是想要 就是说是先出 我们自己的一份爱 然后就是给予她一些帮助 如果她真的是 就是现在没有女朋友的话 我愿意从 就是普通的朋友做起 然后一直默默地陪伴她 照顾她 支持她 然后我们说去 她在那医院去看她 结果我们到那的时候 医生却告诉我们 她回家了 所以我们也只能 在微博上看她的消息 可是她最近好久 都没有发状态 也没有发消息了 我们已经看不到 她的种种状态 我们就是想要 看她最近到底怎么样了 秦思汗从小对橄榄服 满怀憧憬 2011年退伍后 成为双流机场 一名普通的交警协计 虽然没有实现警察的梦想 可是在平凡的岗位上 秦思汗依然尽职尽责 努力朝着梦想一步一步迈进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正当年轻的陈思汗 努力实现梦想的时候 却遭遇坎坷 身患重病 在秦思汗治疗期间 许多网友被她重病之中 仍不放弃生命尊严 乐观向上的精神所感动 今天 曹林杰与室友带着祝福 和捐献骨髓的心愿 来到节目现场 那么身在病痛之中的秦思汗 会来到现场 接受四姐妹的告白吗 那接下来你们派一个代表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想一起去是吧 可以一起的 可以吗老大 可以 接下来问你们几个问题 如果秦思汗没来 你们会怎么做 我觉得他应该一定会来的 如果秦思汗 拒绝你们的骨髓捐献 你们会怎么做 我们愿意陪着他 一直度过他这段生病的时光 好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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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还在圆地守候 在等待中徜徉 来 请回 因为今天你们的告白呢 与以往的告白不同 用我们通俗一点的话来说 不是小情小爱 而是大爱 所以呢 那扇门真正的意义不在于 秦思汗来了没来 而是秦思汗 目前他到底怎么样 那秦思汗为什么没有来呢 我们问一下我们当期的编导 因为他一直以来 秦思汗的一些相关的线索 和他治疗的情况都非常清楚 我想他应该可以解释 我想他应该可以解释 他今天为什么没有来 来 掌声有请这位编导 大家好 我是这期节目的编导 现在秦思汗什么情况 为什么没来 他的身状特别不好 然后现在就是眼睛睁不开了 然后他现在已经去医院 去做进一步治疗了 医生有没有采取什么必要的措施 他现在做了骨刺 然后现在没有办法外出 如果外出的话就非常危险 我去医院做了一个骨刺是吧 骨刺对 这里面有什么 拍了视频 拍了视频是吧 对对对 要看吗 要 我是秦亦荣的父亲 秦亦荣现在冰情不是很乐观 有很多人来看他 我在这里 我感谢他们对秦亦荣的关心 关爱 我大力支持 感谢了 感谢大家 好的 看着秦亦荣现在的情况 不是特别乐观 他在哪个医院可以告诉我们吗 稍等 不要在这说 在这说 待会有更多的粉丝去到医院 会打扰他的治疗 所以你 我建议啊 你跟医生联系一下 他能不能探望 不管能不能去 我们要做好不能去的打算 如果不能够去的话 你们在这先录一段视频 也许我们可以带给他 行不行 来 你们站好 有什么话 把他说出来 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真心的想要看 再点心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二三 秦思汉 小日康复 节目播出前 我们再次来到秦思汉所在的医院 由于癌细胞转移 秦思汉的病情正不断加重 而这个曾经阳光帅气 笑容可居的大男孩 在病痛折磨之中 没有放弃深的希望 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求 我们希望看到节目的热心人士 能帮帮秦思汉 度过人生的难关 早日实现心中的梦想 有点欣慰 谁说90后都是花痴 90后也有一颗大爱的心 我们见过这么多粉丝 追逐明星的这种疯狂举动 但是他们四位的这种 对于自己偶像也好 心目当中的英雄也好 对于他们的这种奉献 这种爱慕 这种温暖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爱不一定要占有 而是祝他能够更加幸福 更加健康 掌声束缚他们 好 谢谢大家的陪伴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辽宁威士完美告白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